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趕快給我們一個交代啊 不要讓我們再繼續拖下去啦 大家說是不是啦 罷工行動 從7月11號開始 到今天 7月25號 已經罷工第幾天 15天 15天以來 我們的退府會 我們的行政院 叫我們給他時間 叫我們要等待 等了半個月 我們還要不要再等 不要 我們幾個月沒有拿到薪水了 三個都沒有拿到薪水了 四個都沒有 但是 我們看到 坐冷氣的 這些人 他不知道 我們的痛苦 好像都不知道 對不對 我們為了這個社會 互出 該建設的 我們建設 但是 大家都看到 農店這兩個字 沒有看到 農店員工的辛苦 辛苦也沒有關係 最終 人總是會老 總是會有依靠 請問 我們的依靠在哪裡 台電的人 平常沒有在爬 都是我們基層的員工在爬 退府會的這些官員 他們也沒有在爬 他們的店都是我們送進去的 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我們在做什麼 他說我們是他的生意夥伴 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做的事情 怎麼讓他這棟大樓可以運作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示範個各位記者朋友看 來 崔班長 我們崔班長已經 緩緩的向上爬了 供電整個台北市 也供電給退府會 供電給警察局 供電給總統府 可是當我們被欠薪水 我們來這邊 我們就被限制 當我們被欠薪水 我們來要我們之前 退休金的時候 我們就被限制 什麼事情 都會變得要申請 那我們今天好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在這個點 我們沒有申請 那我們至少也讓大家看到 我們做我們這個工作 做這個工作 是有多麼辛苦 有多麼複雜 多麼累 來我們要給隊長加油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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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長你要不要閃到 這樣吃飯就可以了 那個 我們也看到 我們雖然 隊長他說他是資方人 可是他今天跟我們勞邦 站在一起 他今天跟我們勞邦 站在一起 然後也跟我們一起 來做這個體驗 做這個體驗 進去之前 要把三角架架好 然後把那個降落 閃事的救生所架好 然後人員 才可以下去 從這裡 那個 還有那個 消亡 滅火器也要放在 躺邊空氣呼吸器 就是以免說 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可以緊急搶救 做的工作 雖然又危險又張 可是 是讓這個城市 有電可以用 讓前面這個退捕會 有電可以用 他們我們現在在這邊做試驗 等會可能會下雨 他在裡面吹冷氣 誰讓他吹冷氣 就是我們熔電的人工 這個國家 為了這個台灣土地上的人民奉獻 甚至有可能 是讓我們 必須付出我們的生命 比如說感電 甚至剛剛房副理提到 納粒在淹水 每個人想的都是自己的家 他第一時間想到的是 我要趕快去看抽水戰 如果抽水戰我沒去看 搞不好淹掉的是幾萬戶 幾十萬戶 我們是這樣的敬業精神 但是 退捕會 融電 行政院 對於我們的工作 對於我們的付出 不感謝 不稱讚 到最後跟我們說 融電公司倒 那是融電的事 不是我們的事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退捕會講出來 說我們 在這裡的努力 我們在這裡的奉獻 是為了全台灣的人民 我們在這裡的犧牲 是為了全台灣的人民 建設如火如蜀火 援公 老公 無喜 援公 堂公 無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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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